再次提醒大家把握時間 趕快來做好相關的房台準備了 而同一時間要來關心是在交通的部分 這次屏東東流交通船 在今天的搭乘率 明顯就少了至少三到四成 當然還有是在小琉球旅遊的民眾 趕快趁著有船的時候 趕快回到台灣來 而船公司也根據了氣象預測表示 其實未來在東港外海 恐怕會掀起風浪 所以已經決定了 在十月一號 十月二號這兩天 東流限艇航 假日的東流交通船 難得沒有出現擁塞人潮 受到山陀兒颱風即將來襲影響 前往小琉球的乘客 銳減三四成 我前一個禮拜我就一直在看風浪了 因為我也怕去了 我回不來 儘管二十九號一早 東港外海海面沒有風浪 但遊客擔心天氣恐怕 隨時會有變化 提早返航 而船公司依據中央氣象署颱風預測 決定十月一號 二號這兩天 東流線 沿流線全部停航 對 我們就是怕車子就船停死這樣 因為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所以我們十月一號 十月二號會停航 恆春半島目前被列為山陀兒颱風警戒區 二十九號開始出現間歇性的雨勢 雖然雨量不大 但是和前一天艷陽高照相比 已經感受到天氣變化 南灣沙灘被雨淋濕 海面風平浪靜 但只剩嬉嬉落落的遊客細水 畢竟山陀兒颱風直逼而來 已經有遊客提早離開墾丁 當地民眾也提高警覺防臺 記者SG小組屏東報導 任何時會努力